在機場正在等著上機 做完這個節目就上飛機了 就飛紐約那邊 今天4月1日 余人節這些4月1日 不客氣 不客氣 因為我看到有個講普通話 他說在大陸每天都是余人節 什麼意思呢? 他說14億人每天都被共產黨揭穿 就是說被共產黨揭穿 被它握著 被它在那裡開玩笑 所以就 不過我最近 最近幾天都在看美元、美債、美股的走勢 看起來美國的經濟就要打得破了 我昨晚去那些餐廳 爆到不得了 在洛杉磯那些餐廳 爆到不得了 那就是個個都實際是 帶了很多錢 要花一下錢 這就是很厲害的 大家一齊 整年都要整年 那些錢現在 焗在一起洗 很厲害的 那些餐廳爆到不得了 那就是要排隊了 排隊了 那昨晚去頂太鳳吃回一些小籠包 酸辣湯 吃回一些上海口味的東西 廣東菜都吃了 打算吃回一餐 吃回一餐 上海不口味 你們知道頂太鳳那些東西 都不錯的 做得挺好的 它的標準拿得很好 它的標準相當好 但是我今天主要想講 就是關於香港的上海報室 看樣子的那個美金回流 是相當嚴重的 美債回流 就是說現在的債的價錢在下跌 就是它借給香港大陸那些公司的債 價錢在下跌 為什麼呢? 每個人都拋 一拋它又要換美金了 是嗎? 它拋了之後 有時候叫它用港幣 拋了之後 它拿回一些美金回去 美金又起了 變成這個美金回流是很大的事 最慘的是布林就說 它就是香港那個所謂的優惠 它覺得是應該結束的 我們都知道了 它一直拋著那個光源圖的美金 還是扭著的 就沒有脫鉤的 你知道美國的政府有時候 它什麼時候執行呢? 很難說的 就好像這次那個新疆棉花那樣 特朗普一月份就簽了 就變成現在三月底 四月才開始正式執行 那這些可能是遠期來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美元和港幣脫鉤 如果美元和港幣脫鉤的話 加上這個美債回流 美金回流 美國經濟起飛 說今年可能要到6-7%的GDP增長 這樣的話 我們香港可能很傷 我有個好朋友 就是在我們抗爭的時候 就說想搬去加拿大住 想留在香港的房子 第二天回來 我就勸他 我說 你真的考慮考慮 香港的房子去銀行安裝了 因為香港利息都不是那麼貴 然後換成美金 就買美國或者外國的資產 什麼都好 就算你買特朗股票 都不差的 那些欠的錢 應該可以感到你的息的數 那如果有什麼事 港幣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 那你的錢在外面就是 就是相對港幣就升值了 你可以保值 起碼可以保值 就是不讓香港拖淪你的資產 這個很明白的 大家都不想買房子 將來回到你沒有地方住 住不起了 香港的東西 以前過去的幾十年 走了的人什麼都回不了你 留太貴 這個不是錯的 但問題就真的要考慮一下 我過去幾天會公佈一下 美國這幾十年 五、六十年都缺護士 缺得非常之厲害 所有醫院 起碼一間醫院都缺幾十個護士 我們在研究中 怎樣方便香港的護士在這裡 當然它每一個州 有一個醫院的Hospital Board 我估計這件事 博士就非常明白了 每一個州有它的醫療等於我們香港這樣 然後它就要看一看 審一審你現在做的護士的資格 如果它覺得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了 我們香港 它就會讓你考一個試 那個考試可以網上考的 我估計考到這個試 就可以很容易拿Visa 很多菲律賓的女人 就是有護士的資格就來美國 沒有這個資格就來香港打工了 無法做費用 但是美國缺護士這件事 所以我們可能會去調查 因為每個州有一點點不同 我們可能會找兩個州來試一試這件事 然後就放個MeV上去 你們那裡談談談談 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挺值得的 因為香港這個實際 大家可以走就走 現在美國和香港已經去到全面了 全面較量 是的 拜登又說什麼 戰略、競爭這些全部都是 這些人猜一下 這些人就是不跟特朗普 特朗普又說了一句 他那個是正人軍事 這個拜登真的是固執 所以他講的東西不是很信得過 不要當他全部都是真事 他懂得做的 尤其是四十多年做了議員 在華盛頓多四十多年 不過老實說他都不是很大權 現在在美國那裡 雖然他是總統 但是外政、內政都不是很大權 大概就這樣情形 就是說老實說真的 這個有機會隨時會港幣 和美羽會脫勾 你看到這個布林肯 一點都沒有放鬆 一個追究那件事 武漢追究的話 就說未必追究 但是這些事情可能是 排前排口的問題 到了一定程度 現在全世界的壓力 都在這裡要求美國來 來帶領那個追究 追究那個武漢的損失 所以很難說的 因為他們適當的時間 現在不是只有美國 是家人做事 很多人 五眼聯盟 這些事情 大家都在這裡 民情洶湧 要追殺中共 所以我覺得 一會兒小夏上來 我想和他談一談 現在中共的外交問題 到很多問題 這陣子一天都有事情發生 有些事情都挺好的 不是很差 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這邊